再來是逃逢的冰店 也是沒有冰店 先是上禮拜五的沉夜 民族路一間雍神館 向開城喊店 接下來張冠媒 在想後路的KTV 再來發生到請極案 這驚風 來到一個二十一歲的主審 有幫牌的背景 只有這兩驚點的婦籍人 有利益的求婚 所以帶人去報收押數斷 另外店家來自控到驚風 想要吃案 說報案後超過三十分鐘 驚風才夠重 不過驚風定情說 絕對沒吃案 有一個套餐 想後路一間KTV 也發生請極案 可能是幫牌的資金 為了搶著牌 報復的問題 才會陰氣窮吞 驚風很重心 驚風接著報案後 廈期要開始療查 來立二一會 一個世中的雜母人 遇到他作案用的情機 錯無了解是 難道懸然是開八九層 這兩嚴貌陪到店門口3台車 但確實請極案發生後 這個店頭幾反報案後 30分鐘 驚風才夠現場 凌晨凌時43分 向110報案後 轄區的PASS所及偵察隊 分別在52分到場 並無遲延 並依規定收集證物 平定分教長 全面的青蛇 學校來的榜派設立 要進行共識組織 展現警方 為何治安的關心